今天在臺北市政府同樣是有國慶的慶祝活動 這也是臺北上柯文哲八年任期 最後一次是以市長身份來升旗 但是只能說現場飄散著濃濃的選戰氣息 包括了五黨籍市長參選人黃珊珊 他也帶著民眾黨八位參選議員 手機來獻身 不過或許就怕被攻擊行政部中立 因此他們強調是以市民身份來出席 沒有穿戴競選服裝 此外現場還有一大亮點 也就是第八代的翁翁包 是有支持者 然後昨天晚上特地從臺中來北上 專程搶頭香去領包 他當面問柯文哲可以選總統嗎 生日快樂 順領眾人揮舞國旗 臺北市長柯文哲一大早市府前升旗慶雙十 不過仔細看他後頭 已經卸下副市長職務 參選臺北市長的黃珊珊也來了 人群中興奮自拍 黃珊珊帶著民眾黨參選 臺北市議員八隻小雞以市民身份來升旗 也許就怕又被攻擊行政不中立 他們沒穿競選背心 沒有文懸標語 唱國歌時還被擋在紅龍之外 跟柯文哲保持一段距離 但現場還是有支持者喊話 要黃珊珊當選傳承翁翁翁包改發神山包 市民參加國慶 剛才旁邊是清晦珠 參加國慶日是每個國民的權利 依照市民這樣搶購的狀況 搶排隊的狀況 我相信我們還會繼續發 他可以繼續叫翁翁翁包 叫什麼包不重要 有話比較重要 文文包發到第八代 今年同樣很搶手 搶到投降的支持者 前一天晚上就從台中北上 因為他有話要對市長說 你可以選總統嗎 你可以下班的 好 誰都知道柯文哲懷抱總統夢 上市這天 他更對總統蔡英文國慶文告有意見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中華民國在現階段 還是最大公約數 國慶日是團結全國的日子 不希望說國慶日 變成是一個爭端的起點 柯文哲語重心長 但在談到年底大選的兩岸論述 他畫風一轉突然變臉 我也知道他們抗中 跑台是很假的 其實他們是抗中保全力 真正的目的是要保住 他們吃香喝辣的權力 那哪裡有在做什麼抗中 哪有做什麼保台的真正準備 看出出的 我自己心裡有所 任內最後一次 台北市政府國慶 柯文哲八年任期過去 野心早已超越首都市長格局 接著許家上一項語言 SNG小組採訪報導